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一个一元二次 这里有一个一元二次 它说有一个共同结 其中有一个结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有什么结 其中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要做判断了 X平方减3X等于0 是XX减3等于0 所以它这里的解是0和3 这个地方是 它说有一个共同的解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说它共同的解是 X等于0的话 0减0减A减1等于0 这里不要看它 负A加1等于0 A等于1 当X等于0的时候 A等于1 当X等于3的时候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解的话 那么A呢可以是1 A也可能是负2 如果说它的共同的解是0的话 A就等于1 如果说它的共同解是3 那么它的A就会等于负2 同学看到这题也不要害怕 如果说我们在国小的时候 我们说有学过复合图形 复合的图形 那么这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复合的题目 就是里面有利用到代入法 里面也有利用到这个成法之类的 复合图形 我所谓的复合图形是说 好比说我现在叫你求一个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三角形这样子的面积 求这个面积是多少 那么我们是不是用大三角形减掉 小三角形 就会是这个图形面积 或者是说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半圆 这里有一个正方形 你要求它的面积 你要先求一个半圆的面积 再加上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就是有很多种的图形去组合起来 因为我们稍早所学的是 三角形的面积怎么算啊 正方形的面积怎么算啊 那像这一题也是就属于复合的图形 刚刚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都是代入法 就没有碰到成法的部分 我们先做代入 加三搬过来是减三 没有错 好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n平方减2n 那你没有看到说 这个正4-6 是不是就是-2n 正3-5也是-2n 所以我们把这个变成一组 把它放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说 n加3跟n-5先乘在一起 然后n加4 n-6乘在一起 乘完之后呢 n平方减2n减15 在后面的这个项目是n平方减2n减24 同学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了 n平方减2n n我们是不是等于-3 这里是-3 这里是-3 所以我们的式子就会是-3-15 再乘以-3-24 这样子有没有了解 有了解了 -3-15是-18 再乘以-27 乘完之后呢 所以是正的486